現在都在地那個年輕化了 因為老人越來越年輕 他們不是要這樣子推 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陪著社區阿姨 在大樹底下一起玩盪鞦韆 赤子之心展露無遺 而鋪設多年的人工草皮 也因為維護得當 成為社區民眾 原地跳躍熱身運動的場地 這處位在七瀆區 七瀆國小旁邊的永平公園 雖然只是社區型公園 不過在永平里長黃曹家 和機動市議會副議長楊秀玉 共同合作爭取經費打造下 像是盪鞦韆等設施 不斷太舊喚新 並且由社區志工們 定時打掃環境維持整潔 成為全靈化的休閒娛樂地點 包括的人工草皮都做了 大概有四年多了 到現在還是都沒有壞掉 我覺得它的CP值算蠻高的 最近我有幫它爭取到 就是我們的軟店 還有那個蕩鞦韆 包括整個我們的榕樹 這個四方 它有做那個花圃 其實可以讓小朋友 可以讓我們一些長輩 可以在樹下乘坐著 比較涼爽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在一個 很就是空間不大的一個腹地 怎麼樣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因為我一直以來對這個空間概念 也滿有 就是也有自己的一個想法 在最小的一個空間範圍內 怎麼樣發揮到最大的效益 能夠讓我們老少 中 親 都能夠使用到 我覺得這個政府必須應該要做到的 都有固定的環保志工來這邊打掃 還有另外還有機動性的 還有請那個固定的打掃環境的阿姨 都有來這邊來打掃我們這個 永平公園的草皮及環境 希望大家多多珍惜 有帶狗或者是來這裡 用膳的話 記得把那些瓶子 垃圾要帶走 另外為了讓大小朋友 都能夠玩得開心又安全 包括盪鞦韆以及高吊桿等設施底下 都更換新的 厚度更厚 彈性更好的軟墊 大大減少大小朋友們 不小心受傷的意外情況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